- 鬼滅連動的我七三一 哈囉啊 嗨你好 我是翠翠 今天早上啊 熱騰騰的莫拉新造型 鬼滅連動的我七三一剛剛出啦 馬上找到了五個人立刻來拍鬼滅之刃大隊 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嘴瓶一之助是尖角弟弟玩的 迷豆子是尖角哥哥玩的 莫拉跟清燕分別是蘿蔔跟皇帝玩的喔 他們今天影片也有出抽我七三一的造型 想知道到底抽幾點的 趕快去看他們的影片喔 欸 那翠翠這場玩誰 我玩的就是蝶屋愛麗絲啦 沒錯 我又來到了輔助位 那這邊呢來到下路支援像我們家皇帝啊 啊 我跟皇帝一起玩遊戲的經驗就是 畫面如果只有我跟他的話 我們大概五秒內就會死掉 如果沒有兩個一起死掉 就是集中一個就會死掉 像我現在呢 就死掉了 但是皇帝活下來了 我覺得這個輔助犧牲的很可以啊 復活之後來到中座 跟尖角哥哥蹲一波啊 這個颯枷停的非常及時 沒有暈到 好險我們家尖角傷害超高 最後是有收掉颯枷 但是這個潘因 這個潘因會不會去找齊羅呢 他去找齊羅了 這個齊羅我現在沒有找什麼招 都沒有 非常抱歉啦 那就只好呢 把中路兵線吃光欸 不是啦 這邊跟尖角弟弟開啟魔龍 但是我們知道上面有一隻 對面那個誰 潘因 沒錯 他出現了 那我這邊呢 極克上刺等一技能 暈倒在一個大招沉默 搭配上尖角弟弟那個彩天啊 我這個神配合666 直接帶走對面打野一波 應該能快樂順利的拿下這個魔龍吧 看到我們上路的莫拉 感覺一個人對那兩隻非常的頭痛 中路對面的颯枷 對面颯枷竟然直接飛到魔龍池進來欸 等他墜機之後呢 成功搶到人頭啦 哈哈哈哈 對面的凱撒路小青也來幫忙了 我們是什麼鬼滅大隊 來幾個就殺幾個 收掉卡芬妮之後呢 來附贈一個芽芽啦 這個在劫難偷的芽芽 最後是由瑟菲斯成功擊殺 來跟蘿蔔一起偷偷瞧瞧的 反掉對面的紅BUFF 我覺得我731 他這個莫拉大招刷起來超漂亮 還有他的二招 就是放大三倍版的摩恩大招啊 天啊那個特效滿滿滿 欸是覺得愛麗絲能空大也是666啦 哈哈 好險最後莫拉有收掉卡芬妮 我也蹭到一個助攻了 讚啦 我也可以安心的走掉啊 走著走著 看到一隻滿血的這個颯枷 感覺要飛起來了 他是不是沒有飛起來 害我剛剛開了一個輔助裝啊 我這邊身上還有一個治癒 異技能我想說幫一下隊友 結果哇賽 我沒有發現自己就這樣 被那個小龍捲風給弄掉了 但是我們隊友這場支援的超快啊 畢竟我們五排嘛 有羽鷹 哇賽全世界的人都來打魔龍戰了 那這裡中路看到了一隻小青 我們還有羽鷹說 欸小青小青在中左 然後呢 雖然是被壁東倒了 最後也是成功反殺掉 小青666 我們總共打了兩三場鬼滅之刃大隊的造型 那我七三一這隻角色呢 黃帝跟蘿蔔都有玩過 然後聽他們的感想 感覺是這個造型的莫拉 大招刷起來那個特效真的是 好像特別的痛 很推薦大家擁有這個造型喔 那如果成功推掉外塔之後 跟人隊友一起來反對面的紅BUFF啦 這個卡芬妮 我們看到就說 欸上卡芬妮 前期一開始的時候 芽芽好像是在卡芬妮頭上 但是卡芬妮現在比數太慘了 好像053吧 可能他的隊友放棄他了 所以就跑去飛薩加了 現在卡芬妮啊 基本上看到他一個人都是單神 非常好殺 跟蘿蔔推完上塔之後 來到中路 中路兵線非常優良 好像可以跟企羅 欸企羅走了嗎 包括我一起推塔嗎 沒關係 我一個輔助 吃掉對面補包之後呢 一個人推塔 這個1技能大招 消耗一下對面薩加的血量 這裡語音聽到隊友說 忠祐有一隻 有一隻小青 果真啊 淨草發現一隻小青 他開了凝霜起來之後 1技能成功暈倒 但是他還有一個閃現啊 成功讓他逃跑了 這邊有看到上路的蘿蔔在單挑 卡芬妮趕快去幫他喔 卡芬妮看起來就很美味啊 但是我推斷 等我一下撐一下 這卡芬妮開了凝霜 我超怕莫拉被反殺 好現在我到了時候 莫拉即時反殺掉了卡芬妮 讚啦 我發現我們鬼滅大隊 就是一個刺客大隊 裡面唯一不是刺客 可能就是艾莉絲了 那這邊一樣呢 來到下路看到好久不見的皇帝 我就跟皇帝講說 衝啊 我們去塔殺那個卡芬妮 但是我遊戲一開始說過什麼 只要我跟皇帝兩個人 單獨出現在一個畫面裡面 5秒之內 我們其中一個人就會出事 果真啊 皇帝被蹲了 首先皇帝GG了 下一個就換我了好不好 結果塔殺別人不成功 反而死在一起啊 太有益氣了吧 等待復活的時間看了一下戰績 我發現這兩場的契落 這經濟都比我艾莉絲海滴好可憐喔 大家就知道中路的兵線 平常被撐得多嚴重了吧 尖角沒事不哭 艾莉絲又復活要帶你們飛啦 中路打個水深火熱 我們瑟菲斯成功跳到了對面的颯枷 我趕到後 馬上一個大招牽制住對面 天啊這個大招一次開在三個人身上 好快樂喔 搭配我家隊友 天啊我家隊友 兩個刺客兩個戰士啦 都是非常衝 直接在我大招上面砍爆對面 這個搭配 不給100分 我給1000分 三個人快樂 反掉對面野區之後呢 中路兵線進來了 這時候看到 對面卡芬妮竟然想守塔 一個大招送你啦 我們兩隻 兩隻那個戰士刺客直接飛上前去 免費送卡芬妮去泡溫泉啦 不知道卡芬妮心裡陰影面積有多大 推掉對面中卡之後呢 來跟我們尖角哥哥起羅 蹲在這個草叢裡蹲一下 看到了一隻發音接過 唉唷 他是免控進來的 害我的技能暈不到他 那裡大戰一觸擊發 我們趕緊先拉掉 然後呢我就問隊友說 還有要吃藍嗎 啊好像吃不了藍了 這個起羅在原地 尖角以為他還在二技能裡面啦 好險我帶的是護盾治癒 跟那個什麼 符咒的護盾裝 有沒有這個血真的有救到隊友耶 接著看到我們親眼登場了 什麼這個畫面又同時只有我跟皇帝了 大事不妙 趕快拉遠一點好不好 不然等一下又要雙死了 來到下路看看這個兵線有沒有機會 可以點塔 我跟皇帝又在一起了 對面好多人要出來 這個薩尼 不是薩尼 這個薩家感覺要開飛 好險一進的暈到他 我們兩個成功在同一個畫面 活超過二十秒讚啦 我看這一次我七三一的造型 蠻多人抽都是保底的 花到幾乎是一萬台幣還是一萬點啦 那你們目前現在總共獲得幾個鬼滅造型呢 脆脆目前是只有 別物愛麗絲跟起羅的迷豆子造型 哇這個卡芬尼 是不是突然不會懂了 我一個大招加上瑟斐斯的控制 成功在戴掉了卡芬尼 我們打野回頭一撮 先帶掉的對面小青還有蘿蔔來幫忙了 再成功刷掉了這隻芽芽 一個大獲全聖團滅對面 時空之刃與我勝利 脆脆應該在不久之後呢 就會去拍一場我七三一的莫拉打野 來荼毒一下傳說對決 不過呢 我絕對會在一般場或是娛樂場玩啦 畢竟我的莫拉也是眾所皆知的 全服醉雷莫拉啊 大家最近趕快去拜拜喔 最好不要遇到我 最後有伊之珠跟善逸點掉對面主堡 贏得這場遊戲的勝利啦 MVP那果然就是我們新出的 火七善逸造型莫拉啦 打了近30%的傷害超厲害 幫全部隊友都點一個讚 我覺得這次抽獎有一個小優點啦 就是他是有保底的 不像之前有一些造型 真的是沒有保底抽起來 就算你花了兩萬多點 台幣如果沒有抽到 心裡還是會有很不安心的感覺 而且莫拉大招刷起來 真的有那種很像悟空的那個超神外套 那種二次元漫畫風格 怕怕怕刷山下 天啊我覺得超級漂亮 最後再放一段我七善逸的造型 給大家看結束這回合吧 If you sell one! 是不是街上? 豬白蓋 之分這個就知道不滿好! 他就買到ヤツ天啊 vagyburger